天天在穷游 好的 我们继续去 我现在在沙湾谷镇 刚刚才吃完 但是还是不够 继续找美食这种吃货 现在我要去吃云吞 这里有一家店 非常有特色 今天下雨了 所以打一把伞 这里有一个 淡淡云吞店 看一下 到了 看到了吗 淡淡云吞店 人也感觉很多 找个位 看一下 找个位 坐一下 找个位 坐一下 这里 我们这里是在哪里点餐 今天要在前面点餐 看一下 它的一个价目表 鲜炸云吞 10块钱 价格的话都是 从最便宜的4块 到最贵的 13块 价格还是非常 非常非常 优惠的 是在哪里点啊 这里点吗 这里点 走错了 很多人了 看一下 它其实店面不大 但是可能是开了很久吧 你好 你好 你们自己开多久了呀 30年了 30年了 比我还要大 所以人非常多 就是老招牌店了 我要看一下我要吃什么 你好 这里有没有什么好处一件的呀 云圈 云圈面 然后那个 这个所有的好吃的 所有的好吃 哎呀 两类 都还 所有的好吃的咯 来 那我点一个 你可以先尝一下这个 鱼皮角云吞面 就是有鱼皮角也有鱼菜 哦 然后 好 点的话 推荐是这个 推荐鱼皮角云吞面 这一个是吗 是 还有呢 鱼皮捲鱼 蘑菇 牛奶呢 全部点完好处 哎呀好可爱 鱼皮云吞面 排队包 谢谢 这个排完了之后 还要放在这个地方 雪餐 先放这个鱼皮 放这个鱼皮 放这个鱼皮 然后这边有个人 他们在包那个 包饺子 和我们那边完全是不一样 给大家看一下 好快啊 好快啊 有没有 就拿一点肉进去 然后迅速一捏就可以了 我等了将近 将近20分钟 感觉25分钟了 终于等到了我的 鱼皮角云吞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鱼皮角 云吞它有什么特色呢 你让我吃完之后 告诉大家啊 好 它的味道的话 是浓浓的 云吞皮的味道 很橙的 然后的话 拿下给大家看一下 它大概有多好个 123456 18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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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大概有15个 15个云吞 先喝一下它的汤 什么味道的 它的汤的话是那种 我感觉有点味精的味道 很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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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鲜美的感觉 然后这个是叫做鱼皮肉云吞 它的皮的话 这个脚这个皮 它是用鱼的肉做成的 鱼肉做成的 然后里面的馅的话 是有猪肉还有腊肠做成的 好好吃 大夏天的 过来等了20分钟 吃它就吃得这么热 所以感觉有点燥 所以我建议的话 这个秋冬天过来吃 可能会比较好 化了这么美的妆都溶眉了 我们这个鱼皮脚的话 我这边已经吃完了 然后的话等了25分钟 然后5分钟吃完一个鱼皮脚 但是还是很值得的 老板娘也很nice 最主要是这边的价格也不贵 才是坏到最贵才 刚刚说10还是13块 真的很便宜 而且是30点的老店 好了 我们去下个景点看一下吧 拜拜 发现更多旅行趣事 关注天天在穷游